新闻日评深入浅出 考爱FM新闻深厚 虽然过几天就要到杭州参加G20峰会 但是年轻英俊的加拿大新任总理特鲁多 还是一不小心就搞了一个大新闻 昨天在和中国企业家见面时 特鲁多表示正在认真考虑加入亚投行 不到24小时之后 加拿大财长就宣布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 对于G20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大礼包 对中国和全球秩序来说 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实现 今年1月正式开张以来 亚投行的吸引力一直在增加 除了拥有59个成员国之外 今年9月还将审议30多个国家提交的 成员国资格申请 而这次加拿大申请加入之后 意味着西方七国集团 已经有5个成员国加入或者申请加入 也就是英法德一家 在G20的成员国里 已经有15个国家加入或申请加入 不算欧盟 到今年底亚投行成员国的数量 有可能超过90个 G7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牌国家 G20集团则包括世界上80%的人口 90%的GDP 换句话说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加入亚投行朋友圈的世界主要国家 只剩下美国 日本 墨西哥 阿根廷 加拿大的特殊意义还在于 作为美国的邻国 历史上 两国曾经在许多重大世界上密切配合 称了上铁哥们 如果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 不跟美国打招呼 就加入亚投行 多少还因为隔着大西洋 美国影响力率有不弱的话 那么加拿大的加入 则可以看作士气审时夺时之后 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一个政策转向 加拿大为什么会申请加入亚投行呢 用特鲁多自己的话说 投资基础设施 可以让加拿大短期创造就业岗位 更好的桥梁道路 飞机场 医院 交通系统等都可以带来新机会 并且在廉价住房 绿色公交 免受气候变化等影响方面 造福普通老百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耀辉告诉记者 加拿大的姿态释放出的信号表明 他不愿意错过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改良这趟快车 加拿大自由党历史上就对华友好 现任总理特鲁多的父亲就曾经担任过加国总理 也正是在老特鲁多的任上 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率先建交 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支持中国 帮助新中国打开对西方外交的局面 现在特鲁多的做法应该说 也是看好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景 并且认可亚投行的运作和合作的机制 要知道根据统计2010至2020年10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 年平均投资就需要7300亿美元 但是试行亚开行等现有的机构 年均投资亚洲基础设施的规模 仅仅100到200亿美元 缺口已自然一目了然 这是多么大的市场和机会 明眼人一望便知 加入亚投行也是深化中家关系的务实选择 加拿大地广人稀 资源丰富和中国的经济有着良好的互补性 目前中国已经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 加拿大还有不到200万华人 总人口3000万 中家贸易人员往来特别多 加拿大还一直在寻求在华设立更多的领事馆 招收更多的留学生 发放更多的签证 与亚投行不断扩容的朋友圈形成对比的是 美国主导的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举步维艰 那么对比TTIP呢 这项可能达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 从2013年就开始谈判 本来计划今年完成的谈判 目前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分歧 奥巴马本来能够期望在自己的任期内结束谈判 但是三年内无法实现的事情 三个月内也是无法做到的 三天前 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表示 TTIP谈判本质上已经失败 因为我们欧盟不想使自己屈从于美国的要求 那么在更早些的时候 法国总统总理也公开的声明 不赞成没有准则的自由贸易 不可能签署TTIP 这个协议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毕竟呢 设立这两个框架的初衷 用奥巴马的话来说呢 就是为了使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更加具有优势 让美国而非中国熟悉21世纪的规则 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 所以最终呢 还是以自己的意愿塑造贸易和服务的格局 在相较之下呢 以亚投行为代表的中国方案 显然提供的是另外一种共享共融 共同发展的思路 美国的困局 恰好可以成为中国汲取教训的前车之鉴 新闻生活 我是熊逸 感谢订阅收听 明天再见 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